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芒果這一家 趕快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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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 趕快訂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eline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的一堆東西 沒錯 歐洲我們又來了 我現在正在整理 明天晚上就要飛往歐洲維也納的行李 這次是我和我姐第三次的歐洲自助旅行 第一次我們是去倫敦和巴黎 第二次是去巴黎 比利時和荷蘭 這次我們要去的國家比較多 主要是集中在中歐和西歐 加上飛行時間 總共要去19天 這次的時間真的是拉比往還要長一點點 所以我們的行李打包就要特別注意 由於歐洲春夏季節 早晚的溫差還是很大 保暖的衣物絕對不能少 長袖短袖都得帶 主要還是要以洋蔥式的穿法為主 這19天旅程 我通常是會穿一套 帶2到3套的衣服 我就靠這幾套衣服做搭配 剩下的空間就可以帶歐洲的戰利品回來了 接下來就和我一起整理行李吧 GO 嗨 先看到的是一隻彩犬 可惜不能帶他出國 現在我先來跟大家分享 我要帶出國的隨身行李 這邊都是我要帶出去的隨身行李 首先我們要來看最重要的 重要證件類護照 這個一定要帶 如果你沒帶你就不能出國 還有你在出國之前 一定要看你的護照日期 有沒有快要到期 或者是有沒有在六個月以內呢 這樣子你就要趕快去換一本新的護照 再來就是護照的銀本 還有身份證的銀本 也要記得帶 跟大頭照都要帶 那為什麼要準備銀本 主要就是如果你去到其他國家 你的護照遺失了的話 你還可以去當地的理事館 就可以重新申請護照 這個還是以被不實之趣 希望不會用到 所以護照要好好保存 接下來看到的必帶的 歐洲用的信卡 這個一定要帶 這個是去法國巴黎的 Navigo 去到那邊一定會用到 因為我們前兩次都有去 已經辦了這張卡 那這張卡好像可以用十年 所以這幾次都可以持續用 再來就是旅遊平安險 這個真的非常重要 我是把旅遊平安險 不便險跟神根保險 不一定要帶出門 我還是會帶著 放在我的袋子裡面 我會覺得比較保險 記得去到保險公司 一定要跟他要英文版本的 因為到那邊 如果英文不夠好 到時候海關跟你要資料 你還可以把這個資料給他 再來就是 偶元 這些硬幣都是上次剩下來的 這些是我個人的花費 其他的花費 我們都已經分類好了 我是分類到房獎包裡面 到時候去到歐洲 這個一定會用得到 非常重要 我都已經分類好 用紅包分類 這是要去慕尼黑的 交通門票跟餐費 還有史特拉斯堡的費用 跟法國巴黎的費用 其實我都裝到裡面 到時候 我會帶個20塊 放在我的 隨身行李小包包 因為去到歐洲 盡量不要背什麼名牌包 都是可以背這種 小小的包包 你穿外套裡面 自己就可以顧得好好的 這個小包包 到時候 歐元我會把它放進來 裡面我會放個 小法家 還有家裡的鑰匙 他會帶這支筆放在裡面 其他我們就是 放到別的包包裡 接下來 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行程表 這些是我跟我姐 分工合作 照我們這次要去的國家 所拍的行程 每一天我們都會拍出來 還有重要的票券 這個是維也納的週票 還有這個是我們去 巴黎光之博物館的門票 我是有查到這一家 藥妝店好像有折價券 但我不一定會去這個藥妝店 接下來還有我們的火車票券 再來這個 我的購物清單 對還有要怎麼拍東西 我今天有稍微整理 再來還有這個 是我們的住宿 其實我們也有稍微印下來 因為它都有地圖 如果Google不到 還可以趕快看紙本 接下來這就是我去歐洲的小本本 2019年奧德法之旅 5月22到6月9號 這次還有多加了斯洛伐克跟瑞士的巴塞爾 所以我們這次總共要去五個國家 這邊是旅行前的所有花費 我都把它寫在這邊 交通的部分 還有一些其他的部分 剩下空白的地方 我就是要來記錄我每天的花費 接下來看到的是3C類的產品 我會帶行動電源 這個是我腳架的遙控器 因為它已經有充電 所以我還是把它帶上飛機比較好 再來就是我的隨身硬碟 還有這個轉接頭 接下來看到的是我的化妝包 這次有帶氣墊粉餅 腮紅眼影 美餅唇的部分 裡面我就塞了口罩 就是讓它防妝 聽說去到維也納 戴口罩是違法 所以沒有必要的時候 我口罩還是不會拿出來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搭紅眼斑機 必備的清潔保養類 首先就是這一袋 我會帶牙膏牙刷 再來就是護手霜 因為飛機上真的比較乾燥 所以保濕的產品 絕對不能少 尤其是護手霜 洗髮精 身體乳液 還有洗身體的 其實我有帶 為什麼會多帶這個 是因為不知道會不會在機場洗澡 去年我們有第一次體驗在機場洗澡 主要原因是因為剛好家裡停水 我們那時候也是去第二航廈 在摩斯漢堡附近 洗完澡之後真的很舒服 這樣子就不用帶著一身的疲勞 搭飛機 畢竟要搭13個多小時 其實蠻累的 它放的化妝水 這裡面我是放卸妝跟 禮膚保水的B5全效霜 因為它那兩個太大管 我就分裝 夠上飛機用就好 有洗面乳 還有馬斯蘭黛的小妝品 還有這個也是打放的 就是比較滋潤的產品 這個是精華油 皮膚比較乾的時候我都會上 再來還有這個化妝棉 鏡子 這些都很重要 最重要的蒸氣眼罩 在飛行的時候真的比較疲勞 眼睛又比較乾 可以敷一下 會覺得眼睛就舒緩很多 這個有衛生棉 有木瓜刷 就想說可以當萬有藥膏 裡面還有小包衛生紙 濕紙巾 這一包裡面有護唇膏 還有小肥皂 耳塞 還有棉花棒 浮帽熱影 牙線棒 必備的保溫瓶 雨傘 這個絕對不能少 這個警診一定要帶 我第一次飛紐約的時候 也是我第一次搭長途的飛機 那時候大家都說不用帶 可是我覺得不帶真的不行 那一次的經驗沒有很好 那我後面兩次去歐洲我都有帶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這個是我之前去宜得利買的 可惜他都起毛球了 而且上面黏了我們家妹妹的毛 本尊在這邊 這邊的衣服 這隻不算 這衣服就是我當天會穿的 穿的比較輕鬆一點 寬褲 短袖T恤 裡面加個背心 這個是長班外套 我再多帶一件這個外套 我有查了一下天氣 我們早上7點多到 氣溫大約落在13到15度 所以想說還是多帶一個圍巾比較保暖 應該是可以撐第一天的天氣 接下來我們要來分享 我的拖運行李裡面會帶什麼東西 首先先來看這一區是我的醫藥類 這一包有衛生棉 等一下我會把這些東西都裝進去 用B裙加鐵 不冒熱飲還有暈車藥 因為這次要做蠻多趟的火車跟巴士 所以覺得還是備著好 跟大家分享我為什麼會帶腿部舒緩霜 是因為每天走路走很多 走到腳腿都麻掉了 所以這次我就帶了這一條 打算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後 就是要好好按摩小腿 還有搭配刮沙板一起使用 隔一天我的腿還是可以好好的走路 還要打美腿 哇這個是我晚上一定會穿 接下來就是灌洗吧 有的東西住的地方會附 所以我們洗髮間沐浴乳潤髮 其實就沒有帶太多 柯潤的卸妝凝露 牙膏洗面乳保濕精華 化妝霜身體乳 牙線眼霜比較保濕的霜 因為去到歐洲皮膚真的比較乾燥 所以要多準備 小香皂面膜紙護髮保濕霜 禮膚保水B5全校修護霜 防曬 洗澡用毛巾 再來這邊是零食區 我的部分就是帶這些 藝人帶一大瓶的水 因為去到那邊 第一天我們可能沒時間去逛超市 所以想說背個水 行李箱還有扣打 所以我們可以多帶一些自己的東西過去 還有帶鱈魚箱 飲料泡麵 我姐那邊還有一些 接下來看到的是電器類 我有帶小吹風機 它可以調110跟220 這三次去比較遠的國家 我都有帶它 因為有的地方真的沒有附吹風機 我又是屬於頭髮一定要吹乾的人 所以我就自己準備了吹風機 還有一些分接插頭 主要我是要講這個大力膠 是我去年在比利時的黑馬買的 因為我的行李箱輪子 這輪胎皮壞掉了 有一個輪胎皮整個脫落 所以導致那時候超難推 我那時候就只能趕快自己加工 就去買了大力膠 這個大力膠 當時在那邊買要100多塊 其實蠻貴 因為台灣買不到50塊 可是那時候我真的就是用這個零食 把它的輪胎全部貼起來 就是印記一下 這次我想說還是帶出國好了 如果用得到就加減用 獅子巾 修正衛生紙 家教拖鞋 去到民宿還是什麼 如果沒有附拖鞋 我們就有自己的拖鞋 真的一定要帶雨衣 還有我們這次是買L size 175到185公分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高 如果我們要背包包 又要再穿雨衣 滿擠的 所以就買比較大一點 還有帶購物帶 這個是餐具 有叉子跟刀子 因為有的地方不會附 自備會比較好 我這次還有多帶保鮮盒 去到當地買水果 我們就可以自己洗乾淨 帶出門池 主要就是為了掙錢 接下來就是我的衣物類 我有帶襪子 貼身衣物 帽子 我的睡褲 牛仔褲 帶幾件褲子 襯衫 長袖的T恤 這也是長袖 毛六小外套 這是短袖衣服 我們去年去歐洲玩的時候 第一站先去巴黎 那時候明明查天氣就是最高溫 是25度 所以去年我們沒有帶短袖衣服 可是去到巴黎 超了應該有30度 所以我們就立馬跑去買短袖衣服來穿 可是今年查的天氣好像是落到10到20度 所以包長袖短袖都得帶 我們有一天會去楚歌峰 那邊的溫度應該是5度以下 所以我打算就是洋蔥式穿法 就是把它穿在裡面增加它的厚度 我有多帶這一件 飛行外套 這件是比較厚比較保暖 另外一條圍巾 想說可以做搭配 這是我的長版衣服 多帶了一個大的提袋 可以多裝一些戰利品回來 還有多帶塑膠袋 到時候看是要裝髒衣服還是要裝什麼東西都可以 這就是我這次要帶出國用的所有東西 其實我最想要帶出國的就是這隻 可是它不能跟我們出去 妹妹 你不可以跟我們出去喔 那你要記得在家裡想我喔 姐姐會帶那邊的伴手禮回來給你的 你要想我囉 想我喔 好了我跟大家介紹完我所有要帶去的東西 接下來就跟我一起來打包吧 我們就要行李裝箱啦 這邊黑色的會帶上飛機的隨身行李 黃色是陪我征戰了七年的行李箱 這次托運行李就交給他啦 我這次有帶他去修理輪子 綠色的行李箱跟後背包是我姐的行李 等一下再來偷偷看它裡面有藏了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就一起收進箱子裡吧 我的托運行李整理好了 現在我們就趕快來收水深行李吧 來看一下 我的行李都打包完成囉 期待明天的歐洲行 開始 我們現在來偷看一下我姐的行李箱 裡面到底裝了什麼 先來偷看它的藍色小包包 這是它的隨身行李 它好像前幾天開始在整理了 這個也是它的水深小包包 它的護照在裡面 還有它的卡片夾 還有它有放幾張台幣 就是到時候去到機場會用到 這應該是它重要證件類 還有轉接頭 我記得它有帶相機 它相機包還沒放進去嗎 這是它的危機 這應該是它相機類的東西 防搶包 有我們家妹妹的貼紙 它這次又要帶出去拍照了吧 我記得它有帶相機 但我不知道它相機放去哪裡 反正它就會帶相機充電器 有的沒的相機類 就是它負責 這邊還有什麼 那 這邊就是重要文件類 我們的國泰參選英文版 還有我們的車票 其實它水深包包 就這樣 這個好像是它說它要拿放相機 可是 我也不知道它相機放去哪 它應該是明天才會塞進去 趕快把它燒起來 先把它放旁邊 這個是 它上次去巴黎買的草帽 它這次要再帶去 因為上次我就跟它講說 不用戴帽子啊 去那邊買就好啦 誰知道 去到那邊 第一天就超熱的 它的行李箱 後面就是由我們家妹妹 超可愛的 來看一下它帶了什麼 哇 它帶一大包的衛生紙 有泡麵 警診 保冰袋 因為有的住住地方 好像是沒有附冰箱 可是我們去到歐洲一定會買牛奶 或者是優格來吃 沒有冰箱就只能用暫時冰一下 再來就是巧克力派 雨衣也是必備的 毛巾 行李箱的安全帽 明天就是會套在行李箱上面 帽子 再多一個行李袋 可以裝行李 到時候就多帶一些 伙伴給回來 這裡面要帶一些小小的垃圾袋 看起來應該都是它的衣服 這應該是它的毛帽 因為他說它要帶毛毛 我想說有那麼冷嗎 需要帶到毛毛嗎 可是又怕如果沒帶的話 真的會很冷 衛生棉 今天它也會遇到 還有什麼 它的草帽也在裡面 算了未來的開 要搭跨國火車 行李真的也不用帶太多 因為很燥 它有帶這個老爺爺的貼片 聽說很好用 然後還有身體防曬 真的也要帶 四指機 OK 棒 它好像常常走到腳會破皮 是因為每天一直走 所以這些東西還是要配著會比較好 這應該算是它的醫藥包吧 這一袋就是它的衣物類 那我就不開箱了 所以這就是我姐她帶的行李 這應該是她目前整理的行李 那今天還會不會再添加一些什麼東西進去 我也不知道 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和分享 謝謝今天大家的收看喔 掰掰 下次歐洲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